主要国际的部分要看到 美国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大使馆 在5号上午金船枪响 设有三位枪手向美国大使馆开枪 迎来了黎巴嫩军队开火还击 双方交火有将近半个小时 黎巴嫩军方表示 其中一位叙利亚籍的枪手 被军队击中之后送医 犯的动机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而这一起枪击案更增添了 黎巴嫩国内的紧张气氛 光天化日下枪声大作 而且一连就是好几发 当地时间5号上午8点34分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北方郊区的 美国大使馆附近惊传枪响 枪手企图攻击大使馆 黎巴嫩军队还击 双方爆发枪战 当地媒体报导 双方交火将近半小时 我们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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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大使馆在社群网站发表声明 说多亏黎巴嫩军队 跟使馆维安人员反应迅速 才没造成使馆人员伤亡 黎巴嫩军队表示 一名叙利亚籍的枪手 被军队击中后送医 黎巴嫩国安官员则透露 嫌犯共有四人 包含一名司机跟三名枪手 开枪的三人 一人遭击毙 一人送医 另一人则逃之夭夭 事发后 黎巴嫩军队在大使馆周边 部署重兵 通往大使馆的道路也被封锁 车辆只能掉头离开 犯案动机调查中 但当地媒体报导 重弹的枪手伸穿黑色背心 上面用阿拉伯文写着 伊斯兰国 还有英文的I跟S 这起枪击案 增添了黎巴嫩国内的紧张气氛 因为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 跟以色列的战火 也有升温趋势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5号到北部 跟黎巴嫩接壤的地区视察 当地近日 因为真主党火箭 跟无人机袭击而陷入火海 纳坦雅胡放话要强硬硬硬 双方战事可能再升级 物件这边